政治话题带来关注了 国民党第一阶段立委提名登记结束了 但没有想到参选名额爆炸 大家都太踊跃了 有不少是国民党现任的议员 他们出马要挑战现任的立委 包含了台北市议员徐红廷 他是二次挑战同党的立委赖世宝 另外呢新北市议员刘哲彰呢 他也要对上七连霸的罗民财 而且呢这些年轻世代 他们都喊出了要世代交替 强调呢国民党应该要思考 让年轻人来接棒 运动跟政治其实都很像 很多伟大的这个球员 在他人生的最巅峰的时期 他会选择继续的留在职业联赛 但是他在国家队的位置 他会让给更年轻的这个前辈 所以我想我们也是因为 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希望这个前辈能够有大智慧 让我们年轻人有机会 能够接棒在选区里面打拼 所以当初我们在支持 所谓国家篮球赛的时候 当然也是为了这个 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一样的我们去做同样的思考 不过刘议员之后 他也是想要这个挑战 这个罗民财委员 那在这个世代交替这方面之后 两个人会不会一起通台 就是一起共享资源 做更多的事 我觉得大文山区有很多的民众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包括很多民众都是家人 其实特别是木柵跟新店区的这个连结 非常非常的深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能够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感动更多支持世代交替 世代传承 让年轻人在选区打拼的这样子的一些想法的群众 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够支持 因为罗民财委员跟江启臣他们是同事 所以其实在我要参选之前 登记之前 我并没有很早跟他说 因为我想要这个减少这个江启臣的困扰 所以我是在要登记之前 我才打电话跟他说我有参选的意愿 那他表示尊重 然后也会全力的支持我 那我想我跟罗民财委员差异性就是 因为罗民财委员他是七连霸的委员 然后也是国民党最资深的 那我主要就是希望中央党部能够重视 这个世代交替的问题 希望让优秀 然后资深的委员进到不分区 然后让新人能够来挑战区域立委 让我们新店大温山地区 能够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 交部长吴钊燮他宣布了 就是宏都拉斯与中华民国断交了 好这件事情当然也成了 成了这个总统蔡英文他任内第九个断交的邦交国了 台湾目前呢只剩下13个邦交国 那第一时间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他也po文了 他po出了一张图片 他说呢友邦固然珍贵 但是国格价更高 那柯文哲强调了他说宏都拉斯决定与中华民国断交 这个断绝长达82年的这个情谊 那他表示很遗憾 同时他也说中国大陆钳制 这个台湾国际空间的行为 无助两岸关系 但同时他也呼吁总统蔡英文 必须要务实的面对问题 那蔡总统方面一直在吹嘘说 台美关系历年来最好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阻止邦交国的断交 这是柯文哲的最新消息提供给你 今年插播一个外电的最新消息了 台湾确定断交了 并且和中国大陆来建交 和中国大陆建交这个部分呢 刚刚在大陆的官媒央视新闻 他们也第一时间有插播报导了 说宏都拉斯已经与中国大陆来建交了 那么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表示 虽然宏都拉斯对台湾的行动是主权决定 但是必须注意到 中国大陆做出的承诺经常没有实现 那么美国国务院更表示了 将持续深化和扩大与台湾的交往 强烈鼓励所有国家扩大与台湾接触 并继续站在民主良善治理 透明跟遵守法治的一方 好 这是外电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它是澎湖福澎喜莱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但是让 Lopez来że 嗯 吧 是的 是 那 来了